黃蛋少年團今年也受邀出席第64屆葛萊美獎 不過成員救國在入境美國時也被演出確診 索性在經過一個禮拜隔離治療後 已經順利痊癒 BTS也終於能全員一起出席葛萊美 而再度登台演出的他們其中有一幕 V座在最強新人奧利維亞旁邊 摇耳朵說悄悄話的畫面也讓粉絲看了尖叫 知乎V這種撩人方式真的會讓人受不了耶 不過隨後往上去流出V在後台CN區外 被偷拍的照片引發軒然大波 粉絲生氣表示照片明顯是沒有經過同意偷拍的 在這種地方也被拍未免也太可怕了 V的旁邊還有帶著工作證的工作人員一起抽菸 但也有粉絲懷疑這個照片會不會是P的 不過多數網友也認為就算照片是真的 V已經成年 抽菸也不違法 需要譴責的應該是偷拍照片的人吧 不是 前往又有 沒有 雞掉片 矮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